好的,我们现在就正面织正针,反面织反针,一直向上织着36针 你看,32针啊,你看这13厘米啊,现在已经有3厘米高了,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再向上织10厘米就可以了 而且啊,一边陪着大家织着13厘米 然后我们一边呢,给大家讲一下怎样能够提高速度啊 就是相对来讲,我们能织得快一点,这是第一 另外呢,也会给大家讲一下,有的学生呢 说了,我也和老师一样认真的织 为什么我的针数会突然的增多了或者减少了,是什么原因 也会帮着大家分析一下这些原因发生的这个情况啊 大家了解这些就不会出现掉针啊 或者是针数无端的增加或者减少的这种情况了啊 好,我们首先来说这个针数无端的减少这个情况 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啊 右手的,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始终在协助着右针啊 把要编织的那一针啊很干净利落的推送给另外一侧的右针 但是有的时候推送的不够好 所以它织的时候啊,有可能缠上了下一针的绒毛 这样缠进去之后你还以为这一针紧紧的是被织过呢 所以一块给推掉了 这种情况就出现了掉针 还有一种情况 掉针啊 就是这个时候,看 有同学看我啊 是把所有的针套都转移到了针尖的部分 然后呢,这些同学也是会这样做 特别一些零基础的新手啊 这样做是有点大胆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意识的在这个位置保护好这些针套 那么,它很有可能会出现掉针的情况 并且,掉的不只是一针 即便是掉了针以后 你给它全,重新又套上了 又继续织了 但是,也很有可能啊 你没有找完全 没有找准啊 出现了我们想看到的这种针数减少的情况 看,这也是一个掉针的情况啊 还有,就是我们在织的过程当中啊 每次你只能进入一个针套 但是有的同学没有分清 没有分清爽 进针的时候,你进的是两针 这种情况也容易啊 你看,你两针支撑了一针 它一定会针数变少了,对不对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有的同学在支的过程当中啊 你看,支的过程当中它进针的位置 你看,它是从这儿进的 这是不对的啊 你从这儿进的话,针数你倒是没有减少 但是你会出现一个大洞 在你支片上有个洞啊 所以,这些情况都要引起注意 你看,我们支完正面以后 你转过来 这个长线的位置是正确的 它是在一个自然的啊 本来就可以出现的这个位置 继续跟着支就行了 但是如果一会儿大家观察啊 一会儿我支完这个反针之后 大家看剩的最后一针的那个位置啊 要调节长线的 这也就引出来我们下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刚刚给大家解释了很多 掉针,针数变少 是由哪几种原因引起来的 那么,一会儿呢,就给大家讲啊 我们的针数,有同学说了 我跟老师一样认真的支 为什么我针数是增多了呢 一会儿又给大家讲 增多的几种原因 第一种 你在一个针套里支了两次 就相当于是加针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会出现 出现针数增多呀 这也就是 出现了一个针数增多的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就刚刚已经给大家提前说了的 就是我们在支完反针以后 大家看啊 瞧你自己长线所在的位置 如果你翻过来这样直接支的话 那么边缘就会多针 而且有同学你看啊 它实际上是这根长线搭在这 它并不是一个针套 你看你轻轻的这样一拿 它自然这位置就清爽了 这是第一针的位置啊 所以韩德同学 尤其是零基础没有拿过针的同学啊 对线和针的关系 还不是非常的清晰的认知 所以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 针数的增多 还有一种 针数增多是什么呢 支的过程当中啊 有些针你支完以后没有退下 可能是去 你是这样放下的 这样放下以后 哪怕支完了以后就这样放下的 然后开始拿起来支的时候 又在这去支 那不是相当于加针是一样吗 对不对呀 所以同学们要注意啊 这些小细节 如果我们都了解了 就不会出现 我们不想看到的 针数增多或者减少啊 还有一种针数增多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在进入针套的时候 你进错了 没有进入针套 而是进入了针套下方的支票 你在支票里支了一针 然后又上针套 这个针套里边去支 那么你当然是啊 自己无形当中就又增加了这个针数 对不对 所以针数的增多和减少 无非是上述啊 给大家讲的这几种情况 可能会出现 只要大家很注意了这些情况 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啊 好 说完了 针数的增加和减少 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 我们下面呢就来说一说啊 如何能够提高边支的速度 大家看啊 如果想变得很快 支得很快 有一个动作一定要大家练好啊 就是进完针以后 我们迅速的绕线 迅速的绕线 看到了吗 右手一定要非常着急啊 要让它形成一个 像小机器一样的状态 因为这个动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看 实际上进针的时候是最大的技术含量啊 你要准确的进入 看绕线 影响绕线这个的 这个速度的正确的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我们进针啊 不要进的太长了啊 这个是针啊 我们进一点五 一厘米到两厘米之间就可以了 足够你绕线就行了 明白了吗 你看 也就是如果我们绕线的速度提上来 那么整体的编织速度 至少外人看上去都是比较快了 知道了吧 还有一个啊 就是之前忘了给大家讲了 就是我们在针的时候 如果想速度很快 不要让长线一直在牵绊着你啊 你要把长线可以适当的多拉出一些来 这样你针的时候就不会受到长线的任何影响 你看啊 我们甚至有的时候 都把长线给拉出很多来 你看 它现在已经变得挺空的了啊 一直是在这样拉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啊 给它拉出多一点 一直拉到好几米长 你看 我在这样一点点的拉扯它啊 拉好几米长 你针的时候啊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了啊 都不用考虑到有长线的这回事 明白了吧 这样也能够迅速的提高速度啊 看 我们说了两个原因了 另外一点 大家在针的时候啊 不要用力的拿着右针啊 一定要轻柔的拿着它 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最快的绕线上 这个环节上 明白了吗 而且 右手加长线的力度 一点也不能大 你要让这个长线啊 在你右手的小拇指的指缝当中 自然的 像这个枝片里边流淌 而不能用力的 夹着你那个长线 记着了吗 你看 我们在编织反面的时候啊 同学们总是认为 哎呀 反面太难织了 因为它不顺畅 对不对 我刚开始学编织的时候 也不喜欢反面 但是如果你想达到一种编织的一个更高的境界啊 就是我们不看着枝片 看着其他的位置 或者是在看电视 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能够实现啊 手里不停 那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来源于我们能够准确的竞争 只有在支反面的时候 你竞争才会是最准确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靠摸索着 和左手的大拇指 协助着你竞争 看 而不完全靠眼睛看 发现了吗 所以 反面也有它自己的好处 它能够协助你啊 最快的实现 盲织 就是不看着也能织 如果你要想用正面盲织啊 这个 对于新手来说啊 这稍稍的有点困难 因为正面的时候 你多少都要看着点 这个近针的位置啊 只有近针啊 需要你注意看 绕线 拨出来 这些动作都不需要看 对不对 你现在已经发现了 是不是 所以啊 两面都有它的好处啊 反面 大家是练习 盲织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啊 还有 大家在看我织的时候啊 我会把所有的针套 都推到针尖的位置 看到了吗 但如果你是零基础新手 早期的时候 不要把所有的针套都 推到前边去啊 那样你会掉针的 所以你就每次推一部分就好了啊 但是你有一定经验了 可以这样推 但是你看 我的这个手 小拇指 从始至终的都在 协助着一起完成的 看到了吗 前面这两个手指啊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 保护好所有的针套 如果你还知道 不是很熟练啊 你只要往前推送几针就可以了 知道了吗 慢慢的来啊 就可以 所以你看很多零基础 刚开始织的时候 你是不是这样绕 先进入这样绕一下 又进好长 又这样绕一下 你们是不是这样织的 刚开始啊 难免大家回那样 但是你要意识到啊 那样织是错误的啊 尽管织出来是正确的 但是方法不正确啊 不不够熟练 所以你要 进针的时候短一点啊 足够你绕线了 这个长度就已经很好了啊 不要无故的增加它的这个长度 你看我刚才停下来 就是在整理线去了 整理长线 有时整理长线也会耽误我们很多的时间 刚才没进入到真套里边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枝多高了 我觉得最少最少啊 现在要有九厘米了 我们凉一下啦 刚好九厘米 看 刚到这儿啊 要十三厘米才行 好 下个视频啊 我会和大家一起 我们继续完成这十三厘米 我可能会在下个视频的中段 能够完成 好 大家一起加油啊 我们下个视频